所有的历史文件也跟着我们不见了 后来在李延年先生号召之下 重新见过 就是现在你还看到那个安邦论的小学 所以我们为了纪念李延年先生 我们看李延年堂 外面大家也看到李延年堂 对这个李明学校的奉献 后来我们见到政府通知说 李明学校那个校子 安邦校子不适合做学校 因为收到教育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找地方 都搬到这边来 这个是简单的 这次组织85周年 我们是妇女 因为曾经在李明度过 苏里去他们的爱人或者家庭的成员 也希望他们能够参加 就是慎重的这个开幕典礼 从此也快来看看母校新校舍怎么样可以教育 我们好像当天有开放给家长来参观 所以要讲的是到此为止 各位有什么要问的 可以发问 那你这个是谁孝心的 孝心的日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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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日 10月25日 我们正式的孝心日 我们正式的孝心日是 10月27日 还是配周末 周末 我们放在10月25日 几天啊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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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间是 早上10点 8点半 晚宴时间是 6点半开始 6点半开始 如果你们当天白天早上 从8点开始有开放 有 那天 留城市早上8点半是 幼儿园开幕 由董事长王牧童主持 然后 9点半是小学开幕 请首相组部长 为家长主持 然后过后呢 就是 学校的开放日 欢迎家长、校友 和社会人士来 参观我们的学校 那晚上7点钟 是我们的 开幕的联盘晚会 也是校友会 每年一度的联盘会的 宴会 是 跟 学校加谢校友会 三个团体 一天才处情愿 一天才处情愿 小五度 也是在一个学行典 四十足 这感觉也没满 教友 所以就是说晚宴是在学校的礼堂自己 学校礼堂自己 晚宴就是在我们延年大礼堂举行 延开一百戏 每桌的餐圈是八百元 每桌的餐圈是八百元 要购买的话有电脑号码吗? 延不像载 电脑号码 0126818156 或者学校的号码 89347719 那个是我的 颜美兰副校长 美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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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的颜色 我们晚宴当天就有很多学校拍出的节目 都是由学校的老师、学生、教育来呈现 到时我们也希望各报季节也要请人过来 好吧 请节目会发到包装多数据 主要早期的时候 每个人都希望女儿子三重四的 不需要读太高书 而且家长当时是很严厉的 不让女孩子出门 出去外面随便认识人 所以当时我们班先前 就为了警局这个问题 所以特别就设立了这个黎明学校 就是方便一些家长 他们的思想太封建了 让他们的女儿能够有机会出来 去学 当然过后随着时代还变 大家都开放了 就成为一个综合学校 所以今天你们看到 我们学校外面的名字 其实已经改了 就是黎明学校 就没有了那个学校的名字 他说还有一个特点 全部老师都是女的老师 全个小都是女的老师 从校长 一都到校长 都是女的老师 校长到校长 全部一都到校长 这位是比较保守的家长 安心都是谁 还有一个女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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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不要玩意同学的事情 就学这个行销售落成了吗 对 大概可以讲一下 还是你们的安排的节目 有没有关系到整个过程之类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介面 不要演节目 对 不要演节目 我看就没有 没有直接关系到学校落成了 而是我的节目 一些我们发展的 发展的秘书 或关系到学校落成 在早上开幕的时候 开幕 魏部长开幕以后 会在学校 学校 学校 然后会进到我们的历史走廊 那历史走廊里面 就会呈现 我们以前 移民学校的所有的历史回顾 当然也会参观我们其他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图书馆 我们的图书馆 像是 应该是我们传国小学 唯一的一个特别 不一样的图书馆 为了鼓励学生 多进图书馆 因为传统图书馆 让很多学生不想进 就进去看出什么 太严肃 像我们这个图书馆的设计是根据现代国际化 改变了不同的思想 希望他们多点进去图书馆 其他我不说 以后你们自己来看自己写 好不好 好 下载 当然 当天他也能去熟知一下我们的幼儿园 我们这幼儿园明年的学生都包满了 好 我们院长 再来请 院长是相当辛苦要聪明的 这个学生 想学也包满了 好 就是一系环球 一个位置都请不到 我们三月三节号从汉包入班来就变得说我们的学生只有240 现在的学生已经呢 625 625 明年估计到大 三千 所以我们明年的学生人数 今年教育局拍过来都已经275 那一个呢 还有一些 所以因为后来才报名的还没有出来 所以估计那叫300 所以明年一年级的学生就叫300 那么接下来的都已经 其实明年都包含了 明年接下来的都包含了 明年接下来的都包含了 我再卖一个广告啦 我们这个 为了尊重我们先前对我们学校的 这个 整个贡献 我们这个礼堂 因为连续着以前的学校 礼堂就是礼严年礼堂 所以我们继续在那边 跟礼严严堂 晚宴当天呢 我们也会邀请很多以前 对了学校的贡献和先鲜 包括他们的子弟也其他的官 对吧 然后这个礼堂 里面的灯光影响设备都非常不够的 里面可以摆135座 没问题 最高可以摆到150座 可以做表演 可以做晚宴 然后以后 我们也会以出租的方式 去 租借给其他的社团 要有文化表演 之类的都可以 没有任何影响都可以 价钱都非常非常的 跟其他学校 都有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这个 试音室的设备也是非常好 如果没有时间 就去看看 这以后我们也可以同样的 注写出去 给很多学校 甚至文化社团 找培训工作 利用这个 试音室也可以 稍微打开找到 因为以后可以补助一下 学校的收入 有没有 有没有 在那个晚宴上 筹款 啊 讲到筹款的事情 我们这次 从 从 买地 建校到现在 没有像 公众人士 筹一块钱 全部有 董事部署 所以当晚也不会有没有筹款环境 不会 不会 也表现出当年 1929年 班校那种精神 全部也是 那时候也是全部 董事部署 是奉献社会 奉献社会 主要是学大文 跟文化 刚才你所问的那个 王一坚 现在我们学校上课 全部都是数码化 数码化电脑 来上课 包括明年 新的班 都全部都可以 拿来教学 学校 还有很多 软硬体 还有 带 改进 因为我们毕竟刚刚 班进来 学校刚刚刚 就做完 内部有很多设备 还有 进一步的 啊 啊 我 我 没想到 有点 有点 有点